他尽量卷起裤子 洛文看了一眼大概 随即道 现在气温高 伤口的愈合 比我想象中更快一些 对了 伤口发痒吗 挺痒的 我又不敢挠 好难受啊 洛文点点头 那么 明天早上开始 你就穿短裙子吧 把膝盖露出来 不过 明天 你要包块纱布 不要把全部的伤口包进去 要留出一截 让别人能看到 后天的纱布 也不要包了 租点消毒药水 好的 对了 你脚腕出的扭伤呢 就是昨天还有些痛 今天几乎全好了 我感觉不到痛了 洛文叹息了一声 哎呀 真糟糕 好得太快了 都怪我那一天下手不够重啊 最理想的情况是 脚筋肿起来 这样 更能解释走不了路 需要人背 不过嘛 惊扭到了 此非鱼 烟之鱼之乐 旁人不是你 也不知道到底痛不痛 那么 你接下来的这几天 尽量还是走路瘸着一点 慢慢的好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朱慧如连连点头 啊 我明白 不过 我有点不懂啊 为什么这两天 要穿成裤子 但遇到敏感的警察 尤其如果是女警察 她没有生活经验 通常女生腿摔伤了 会穿长裤 来掩饰伤口 毕竟 对女性来说 外观比舒适度更重要 今天警察找过你了 看到穿长裤 稍微一想 就会觉得你的状态 很符合常理 而他们接下来 再来找你时 你穿裙子 贴上纱布 这是因为 夏天伤口愈合 是会特别痒 穿长裤会非常难受 但纱布外 依旧要暴露一点伤口 让他们看到 你确实受伤了 没有撒谎 再之后 结痂开始脱落 自然用不到纱布 没几天就会好了 朱慧如不可思议的 瞪大眼睛 啊 原来是这样啊 洛文说 啊对了 你今天 见过郭宇吗 刚你走后不久 他来的 我跟他说了 警察今天找过我了 我先来找你 他说 他晚点再来吃夜宵 跟我商量一下 洛文说 好的 那么你待会儿转告他 警察未来几天内 很可能 会分别找你们俩了解情况 一切 按计划进行 另外 再重复提醒一遍 你们两个人 不管多紧急的事 都不要互相打电话 或者发短信 优众的事 他们已干扰